不用公式就能轻松汇总 我们做的表格默认是没有汇总功能的 但假如我们想来汇总一下 有多少个人 语文的平均分是多少等等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下方单独来写公式 这样就比较麻烦 特别对于新手同学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公式可能还不会写 那么我们此时就可以利用一个超级表的功能来进行自动汇总 我们选中整个表格 然后按键盘的Ctrl加T 直接点击确定 那么我们的表格就变成一个超级表 上方就落了一些筛选按钮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筛选按钮 对我们的数据进行相关的筛选 而且我们每隔一行都填充一个颜色 这样表格看起来也比较美观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功能 就是我们点击表格这一位字之后 然后上方有一个设计 我们点击设计 然后把这个汇总行给勾选一下 大家看到 在下方这里就多了一个汇总行 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一下 就会出现下拉三角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下拉三角之后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统计的项目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技术 那么统计出来的就是我们姓名一共有多少成 在这里点击的话 比如我选择这个平均值 就是统计出语文这一列的平均值是多少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最大值最小值等等 所以我们的超级表是非常的简单方便和强大的 它可以实现一个自动汇总的一个功能 感觉有用 就点个赞哦